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第一开投资者在几家日后重返市场和最新五销售数据疲软 消费者在感恩节的开支减少11% 今天Cyber Monday网购星期一零售板块的个股却普遍走低 上周欧佩克决定维持产量水平的消息不变 仍然令石油市场受到压力 上周WTI原油价格下跌了14% 11月份累计下跌了18% 是2008年12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截至收盘为止 一起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距离点为状况 高雄四工业指出近日收在17777.05点 单日跌幅为51.19点 标普500指出近日收在20053.46点 单日跌幅为14.1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出近日收在4727.35点 单日跌幅为64.28点 经济数据面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NSM发布的11月制造业管理人调查报告显示 11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是58.7% 低于10月的59%相关指数 环比是小幅下降 但是依然超出了市场预期 表明美国制造业仍然保持强劲的 增长势头 美股周二今天是高收的状态 在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得到了商务部公布的 美国在11月份的营收 这个开支是上涨了1.1% 以好于市场的预期 在这份好于市场预期的 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高盛上调了美国GDP程度 在第四季度增长程度 原来的2.5%上调到了2.6% 另外看一下中国股市在隔夜增长 也是非常的可喜 而且目前在跟踪中国股市上面的 纽约的美国方面的ETF 包括China A-Share ETF 以及China Large Cap ETF 都有较大程度的上涨 目前中国股市的上涨 引起了美国投资人 注意现在通过不广通 部分美国投资人 已经可以接触到中国的A股 而目前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 比如说阿里巴巴 China Life Insurance公司 以及Folson 包括这个京都在经济涨势 都是非常的明显 让我关注一下 今天大盘的具体情况 如果股市周三开盘时候 是涨跌互线 那么在随后三大股指 是延续了昨天的涨势 一路上扬 道指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点位 但是盘中是出现明显震荡 因为美国宣布将减少 新油井开采许可的发放 周三能源板块是领涨大盘 在周五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前 今天的ADB就业数据 以及服务业数据 进一步提振了市场 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距离收盘交易量上 纽交所周四交易量 换手为3.66亿 纳萨克周四交易量 换手为12.23亿 下面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 距离收盘点位 道琼斯公业指数 今天上涨33.07点 报收17912.62点 涨0.18% 六股500指数 今天上涨7.78点 报收2074.33点 涨0.38% 纳萨克中国指数 今天上涨18.66点 报收4774.47点 涨0.39% 美股三大指数早盘时 低开低走 五盘后迅速反弹回升 收盘时有所回落 道琼斯平均公业指数 报收179.10点 下跌12.52点 纳斯大科总和指数 报收4769.44点 下跌5.04点 标普500指数 报收2071.92点 下跌2.41点 今天领长板块为 材料和科技 领低板块为 非必需消费品 能源 医疗保健 金融和工业 截止到上周六 11月29日 美国首次申领 周内失业救济的人数 下降17000人 至297000人 但仍不如市场预期 市场密切关注 将于周五公布的 11月就业情况综合数据 和10月国际贸易数据 同时关注美联储 在12月16号和17号 货币政策会议上的加息动态 预计美国11月 新增就业23万人 失业率维持在5.8%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本周的行情应该是一个低开 高走出现反弹 特别是周一的话 我们都知道在 Thanksgiving holiday时候呢 油价呢 出现了一个急跌的一个走势 曾经一度跌到63块一桶 那么这个行情呢 使得原油股板块呢 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沉沦 也引发了市场一定的恐慌 在周一的早上呢 股市呢出现了微幅的 应该说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特别纳斯达克和中概股呢 应该是比较强势 sell off的一个板块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一 这个是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 虽然在截止周三为止呢 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还没有像标普和道雄指数 出现一个高点 但是相对而讲的话 他们还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 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并且非常可能呢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强势的突破 还是存在的 那么在节目的第二阶段呢 我会讲一下在高科技板块当中 哪一个类 subgroup 就是更低层的这些板块 比如说BioTech 还是Semiconductor这个板块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么从纳斯达克的走势来看 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么大家可以看标普第二张图呢 标普500呢出现了一个 比较强势的一个breakout 那么本周二的回调呢 恰恰是回落到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然后撑住了 那么这个上升的航行可能还会继续 图三呢就是道琼指数的一个走势 道琼指数在本周呢 再度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我们如果看图形的话 应该在18000点附近 所以在截止现在到这个月底的话 我们还是一个seasonal pattern 就是一个逐渐持续上升的一个走势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图四 就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在本周呢 再度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走高 那么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美元指数呢 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指数 那么从这个美元指数 现在的走势来看 美元指数很明确呢 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bullish market 所以刚才呢我总结了 为过去的这个阶段 从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来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升的一个趋势呢 还是比较明显 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本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油价的下跌 引发了商品期货 commodity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跌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日本欧洲这些数据呢 都不是很好 但是由于央行继续保持相对温和的这种 特别是美国央行 保持一种比较低利率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 使得资金呢在市场上非常的充沛 特别是欧洲央行在周四 将会举行一次大的一个量化宽松 可能在3500亿的一种size 这种前提下呢 使得股市呢变成投资人 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 那么由于美金的一个强势 包括人民币也是创出了最近11月 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点位 就是贬值 那么美金的一个强势呢 也给这个大量的资金呢 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 因为根据Fed Funds这个商品期货市场的这个数据来看 Fed Funds有可能就是在预测明年在12月 美联储可能加息 那这个加息的幅度以及时间呢 都比原来预期要延迟了 因为美国的数据来看的话 现在是好坏不一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整个行情综合一句话 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在观望中发展 在疯狂中毁灭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句话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是进入这个第二阶段 在观望中持续的发展 好 大家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回来 好 谢谢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下一个阶段呢 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近期可能会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些板块 那么上周讲到了 我们讲到了一些 Cyber Monday或者Black Friday 黑五或者EGO 这是两个美国比较看重的这些数据 虽然这两个数据 出来真的不是那么好 我们可以看到黑五的话 下降的比例幅度还是蛮大 EGO的话就是Cyber Monday的话 我们是比去年同期下滑了11个% 那么美国人他从油价那边 save的那些钱 并没有去花到消费当中 那么很多人说 Warren为什么股市还在涨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 我觉得接近年尾 从这个seasonal pattern就是季度的行情来看 是比较favor这个Bullish market 就是我们比较favor看好这个牛市的 那么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国际上的一些冲突 当然我们得注意这个俄罗斯的局势 俄罗斯这个卢布可能下跌了60个% 由于油价的一个下滑 所以这个普京可以说是如日中占 那么但是这个对股市来讲的话影响好像并不是特别大 当然像这个标普可能会调低日本的主权 主权债券的这个评级原因是安部首相所推行的这个税务的一个加税计划 由于日本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而没有执行 使得这个日本的赤字可能会攀升 那么普京这个债券的稳定性也值得怀疑 但是现在so far还没有涌现在这个市场上 所以我们好像ISIS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整个的对恐怖主义最近也是连次败仗 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点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整个的Fed Fund rates 这是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关注美国利息什么时候涨的这种一个工具吧 或者说大家预测的指标是蛮准的 应该预测明年到年底的话我们这个Fed Fund rates才可能会上升 在这样程度下由于中国日本欧盟纷纷放水继续量化宽松 那么使得这个市场上资金非常充沛 中国的股市也是非常的兴旺 现在都已经要接近3000点的一个大关 那么这一点程度上使得全球的股市都非常非常的活跃 虽然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些consumer消费者数据出来并不是很好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股市还是比较欣欣向荣 那么很快我们将会进入Christmas season 我们year end of rally可能还是会出现 最近也有一些苗头中小盘股票比如说在DGLY在福格森案件以后曾经出现了一天46%的涨幅 这也是近期比较罕见的一些中小盘能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飙升行情 以前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现在大量的资金都是转到投资到周期性的大股票 所以道琼指数这个股票非常favor 只要油价一翻反弹到Examobile这些股票都会反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五就是现在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板块 应该在金融类板块 金融类板块的话近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点 这是一个近期被投资人最重的也就是蓝筹 第二个板块就是图六 图六的话给大家看的是Semiconductor SMH SMH的周三的时候有一条新闻关于Microchips 他们被认为有利好的现象 那么大家都知道7月份他们曾经发布过一次比较糟糕的预测 所以由于中国的需求向低 使得这个Microchip的业绩出现了预警 引发了整个金配类板块的全线下跌 现在包括Intel等等这些科技类股都是持续的一个上扬的走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类板块 金融类板块的走势也是非常强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概述了本周的一个整个的行情 我们年尾的话如果不出意外 股市还是可能会温和上扬 当然出现一定的调整也无法 但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非常Bullish market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本周六我在多伦多地区有一个创富讲座 这个是Reservation only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基本被报名报完了 那么到拨待会把我们的local的Torrento的一个热线电话 放在我们屏幕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 先去Robert 我们公司的在多伦多代表联系一下 看看是否还行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短片 就是关于我这个讲座当中要讲的 谢谢 护港通已经开启著名投行高盛称 这是一次罕见的投资机会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股票代号CIX创始人兼CEO 同时担任北美凤凰卫视巨金华尔街和美洲华尔街节目主持人 沃尔王先生将于12月6日清零加拿大多伦多深度探讨这一历史投资机遇 我们为您分析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机会 与您分享中国互联网金融公司成功案例 帮您抓住深圳前海自由贸易区未来5年的机会 并告诉您如何利用美国上市公司间接投资中国互联网金融创造财富 本次活动机会难得 名额有限地点多伦多Matham希尔顿酒店 沃尔顿大街8500号 报名电话16478798481 好的 看完这个短片 同志朋友都非常有兴趣 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沃港通的诞生 中国股市出现了一个连续多天多天 可能一周的一个上涨 一方面是由于外国的资金 特别是美国的资金 对于中国的A股市非常感兴趣 通过香港brokerage进入买中国的股票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居民可以通过 香港市场购买 例如腾讯啊 以江城的长江实业啊 以甚至美股的一些蓝筹股 所以这个互动呢 更多的使得这个国外的资金 大流大量流入购买中国的股票 毕竟呢 中国股票现在还看上去非常cheap 那么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 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股市能够 大幅的一个抬升 使得股市成为真正的融资资本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钱荒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在这个 互港通当中呢 投资朋友如何通过 间接通过上市公司来获利呢 那么这个是我在周六要cover的 另外呢 深圳前海市场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也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讲 那么这个讲座呢 是在多伦多非常熟悉的 Mark Himm 这个Hilden Conference and Spar 谢尔顿酒店呢 举行在二楼 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 导播请再放一遍 那么这个 讲座呢 是ISVP only 对不起 因为我们必须是通过这个提前的预约 来确认你的讲座 同时我们也在周日呢 在大华府地区 大华府地区 也有一个一点到三点 有一个创投的一个讲座 在大明城 那么我也会把这个热线电话呢 放给大家 如果说 所以我们周六周日呢 有都有一些互讨 就是互动的一个研讨 如果大家对大华府地区有兴趣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报名 这个也是ISVP only 最后呢 祝各位观众呢 周末愉快 然后呢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